影片 第五元素 进来,最后用金钥匙打开密室取走石头,武器,预言三百年后邪恶之灵降临地球时,会再将石头,武器,送回来对抗敌人,交代时间不重要,生命要紧,外星人临别将金钥匙交给传教士,嘱咐要将这个知识传给下一代, 后来搭太空船养冲升天而去了,参考荣格心理学题集的哲学家的石头,生命元素土水火风雨悬食,内容含外星人影片,一颗外星人物质所含基因类似人类但复杂数千倍, 被科学家复制生命产生肉体,创造出一红发美女,身长五尺九寸蓝眼长腿嫩皮肤,完美无瑕。 剧情接着产生探索逃亨冲突,空中满部飞车,他跳楼掉到一飞车内,警察来查却捉不到,后来受伤快婚时说要找教士, 后来找到传教士,在看到他手臂胎记后,知道是拯救地球者,接着要找拯救地球生命的石头宝物,但他把一箱装四颗石头的东西交给别人, 接着一品商,军火商,及外星人与传教士展开取石头宝物之争夺战,传教士将历代相传的金钥匙交给一位年轻人,要他去埃及金字塔。 第五元素是神人,红法美女自己声称的,四道成肉身,身体能穿越物质, 他是被复制生命形成上述模样之女人,会讲神语,后来学会英语, 与开飞车相遇的男主角在一起,要搭太空船到施乐园取回石头宝物, 经一场混战后,在被枪击身亡的向外星人的女歌手肚子中取出石头宝物, 而红法美女赤手空拳与邪恶外星人搏斗获胜取得宝物箱, 但后来被一品商,军火商,四毁灭之神,夺走而身陷枪击死亡危险中, 男主角也遭枪击危险,但能以英勇极力用定时炸弹取胜, 然后连同传教士及娘娘枪阴阳怪气的节目主持人, 四干草串场人物,大火带着装四块石头的宝物箱, 搭击火速飞到埃及,进入金字塔内密室, 依五种元素位置排好四块石头, 但却不知如何启动, 在召集中依年轻人望着石头叹息而石头起变化三角锥柱形上有六道波纹的石头顶端位置有一面稍微突出来一小块, 男主角问他做了什么事,要他再做一次, 结果又有变化三面都有突出而且出现光影, 男主角终于领悟启动方法, 试图撒土,水加水,火点火,风吹风, 对着象征土水火元素的石头来做动作, 结果有效都出现光影, 但是最中央位置不知如何做, 男主角很着急, 就去抱着受众伤将昏厥的女主角, 催问中央位置要如何做, 女主角说,地球人都在杀身, 那么拯救生命有何意义, 男主角说, 有的值得拯救, 例如爱, 女主角说她是来保卫地球的, 而不是来找爱的, 接着男主角真诚表示需要女主角, 传教士教导男主角要把爱意说出来, 接着男主角说我爱你我爱你, 最后男女主角相拥吻在深爱中, 结果启动了神秘武器, 摧毁了直径一千两百里火球, 详细过程是男女主角, 凡人神人, 拥吻象征一阴一阳结合, 人天合一, 中国儒家经典的金王一经说, 一阴一阳之味道, 道者大中至正, 而邪不胜正, 接着就有光影变化, 终于启动神秘武器, 五个元素共同产生巨大能量光束而冲向空中, 把那冲向地球还好最后只差六十二里, 而未撞到地球的巨大火球灭了火, 结果总统及星际战舰指挥官在千军一法惊慌失措 或冰临灭绝的刹那间, 灾结解除了而松了一口气, 露出胜利的欢呼, 腹路起事, 一品商, 军火商, 自是聪明, 进入即将被定时炸弹炸毁的房内, 先解除了炸弹装置而洋洋得意, 但每几秒钟旁边地上重伤躺着的外星人又启动随身携带的定时炸弹, 而中南逃死神召唤了, 真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好杀斗争者最终就像破脏魔不一样会被丢弃, 而紧急中在最后几秒钟男主角抢救了重伤昏厥的女主角, 连同传教士与慌乱危机中帮忙保护石头宝物的娘娘腔男人, 大胆开着星际战舰内的小飞机冲向太空逃生了。 影片在基督教教义所说的世界末日的西元1999年之前发行放映, 启示着将有类似会星状地球会造成地球人类生灵灭绝的大灾难将要来临, 五种元素类似五行晶, 风、木、仁爱道、水火土, 但是更像古印度哲学所说的生命元素的水火风四大, 或是的水火风空, 或是西洋古代哲学家主张的形成世界的主要元素土水火风。 孟子主张天下逆, 原知已道, 当今末法末世时其人心不古, 道德沦丧, 宗教难以救世, 要靠超越时空, 超越宗教, 超越种族民族国家界限的真理大道来拯救人心, 人人修道克己赋理, 去私欲存天理, 天人合一, 以真爱来拯救世道人心, 则可化世界末日之灾结, 其实世界有沉住坏空, 有形有香的物质界, 终有毁坏之日, 要救的是来自天界故家乡无极理天的元灵皇胎佛子。 心中有爱, 爱能只恨, 以恨攻击邪恶, 结果邪恶会生出更大的邪恶。 心中有正向的思想可去除病苦, 病人有求生意志, 心中无病则身体会康复, 类似神奇的精神疗法, 神想观可改善病情, 若无此功力, 要快找名医医治。 一贯道超越宗教及国家界限, 是末世时期旧世的方舟, 能得到有天命的名师传授性理真传大道的三宝心法, 真修真伴, 百岁年老后可超生了死, 脱离生死轮回之苦, 神仁共伴普渡三朝, 伴李末后依着大收缘大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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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